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新闻 针对这个苏埃巴卡补选 这个西蒙跟国盟的候选人 最近就为了这个学历 这个主题而炒起来了 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西蒙的候选人 是一个学历很高的博士级的人物 而这个国盟的候选人的学历是相当低的 据说是连大学都没有了 然后呢 这个 回教党的撒努系的 吉打州的州大臣他最近蛮底调一下 最近没有什么大新闻 但是最近针对这个苏埃巴卡补选 他就有出来说 他说 这个学历不重要的 虽然我们国盟的候选人学历低一点 但是学历一点都不重要的 然后他甚至说 这个 西蒙这一方面 拿学历出来做课题 是一种挑衅 神东西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我就 听到有点好笑 当初 那个新古猫补选的时候 这个回教党的青年团团长 法德里 也是 拿学历来做课题 质疑 火箭的候选人 小桃 中小学的学历是怎样 后来这个 小桃呢 把他全部A的成绩 拿出来了 过后呢 这个法德里 又来挑 你都花小了 都花小了 就是一个很大的罪恶 OK 然后就 引起了 很大的 这个争论 不过也要感谢法德里 如果不是法德里 这个烧潮座的话 这个小桃也不会大声 OK 我们讲回来 这书来报告 不选 所以就以 那一次这个新古猫的 是回教党 先聊者见 就是拿着一个 学历来做课题 所以 那个不叫挑衅吗 现在桑主席说 这个希盟正在挑衅他们 关于这个学历的课题 其实真的是很好笑 好了 我们讲回来这书来报告 我个人是 认为 这个学历的 重要性 我不能说它不重要 我一路来 我都是很强调 学历是很重要的 像这个希盟的候选人 他今天就说 他讲这个学历 是这个 领袖 必备的条件 OK 一定的程度上 我认同 一定的程度上 我也不认同 我只能够说 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 当然 有学历是最好的 但并不是说 你没有学历 你就肯定做不到 这个政治领袖 然后 相反的 你有学历的话 你也未必可以做到政治领袖 所以 他不是一个 必然的因素 只能够说 一个政治领袖 他有学历 固然是 锦上添滑 好 OK 在这里 我就给大家 一个例子 就是 你知道 在泰国 在泰国 他们的宪法规定 所有要参选 国会议员的候选人 最低门槛是 要有大学 学士文明 但是 马来西亚 没有这一条 马来西亚 如果有这一条 就够了 你去看一下 现在马来西亚 222个国会议员里面 有学士文明的 多少% 没有学士文明的多少% 难道你要 当场 要fail掉一大堆人 所以马来西亚 距离这个目标 还有一点距离 OK 但是 有一点很好笑 是 你说泰国 他会先进过马来西亚 不可能 泰国 整体上来说 不可能先进过马来西亚 但是 泰国可以做到 他的国会议员 100%是大学生 马来西亚做不到 是有点讽刺的感觉 OK so 但是 对于马来西亚的政治来说 学历还真的不是一个 太过重要的东西 老实说 我之前 有跟大家分析过 在马来西亚 现在的政治 基本上还是 投党 不投人 所以呢 正在选民的考量来说 他们通常会先看 这是什么政党 我那时候我也举出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 一个马华的 他就算派出一个博士来 然后一个火箭呢 他就算派出一个小学毕业来 对于华人来说 通常还是会选择 那个 小学程度的火箭候选人 这当然只是个比喻 其实 现在如果是论人才来说的话 马华已经没有人才了 行动党人才大把 OK 好 so 我刚才给的这个只是一个比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投党不投人 那个候选人的学历重要吗 这是第一点 第2点就是 基本上 人们看中这个候选人 就算我不看你党 我看你候选人 个人的数字 这个学历也不是说一个很看重的东西 就 基本上 人民会比较 看重的是 你这个 候选人 做了议员过后 有没有独人巴当 就是 有没有 亲自下场为民服务 这个比较是老百姓关注的 比如说你一个 候选人你中选了过后 然后在这5年的任期里面 你很勤力的崩走于这个选区里面 每一个 巴萨巴基 巴萨马拉 都看得到你的身影 然后呢 每个宴会的都可以看到你走来走去 一直在看你派东西 也很勤劳的样子 然后就算是有 那些 选民 去到你的服务中心 看到你的人 至少也看得到你的助理 然后找你的服务中心帮忙 是可以帮到忙的那种 这些呢 是 老百姓比较 判中的因素 然后同样的道理 你现在如果是两个议员 一个议员 他的学历很高 但是呢 刚才我讲的那些数字都没有 就是 他既没有勤劳跑动 也没有 很热心的服务 然后另外一个是 没有什么学历的 但是他很勤劳跑动 他又很热心服务的 你说老百姓会选哪一个 所以会选哪个学历低 但是 有勤劳跑动 跟有热心服务的 所以 学历 他不是不重要 只不过 他肯定不是放在最前面的考量 OK 通常的学历是在什么时候才重要的 比如说 现在这一个选期 两个来竞选的都是新人 两个都没有做过当地的议员的 然后当地的 居民 对这两个候选人是完全陌生的 完全不认识你了 所以要认识你们这两个候选人就只能通过你们的个人履历 这个时候 你的学历才会发光 但是 你如果是有曾经在那边做过议员 曾经在那边服务过的话 学历不是很重要的 老实讲 OK 最后的最后 我必须说了 其实 我刚才讲的层面都是现实 就是 老百姓为什么不care 这个议员有没有学历 但是 其实 实际上 作为议员呢 还是需要学历的 怎样说呢 你作为议员呢 如果你没有基本的学历的话 首先 有可能 在他履行他议员的任务的 的时候 他连 你要去到国会 还有州议会开会 你不是坐在那边 发梦罢了 你要坐在那边 你要 参与这个国会跟州议会 的开会 讨论 你要起来讲话 OK 如果你的学历是有限的话 你去那边可能就真的只是发梦吧 也是不应该啦 是不是 第三点就是 你作为议员 你要有基本的 这个 学历啦 然后 你才可以 真正的 有办法参与 这个国家跟州的 这个建设的政策 不然的话 你所知道的东西都是一些 非常鸡毛蒜皮的东西 对于这个国家跟这个州的建设 你完全 插不了嘴的那种 这些东西我根本都一无所知 我的知识有限 我也不知道要讲插嘴 也不行嘛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刚才前面 我讲了一大堆 这个学历并不是必要的 那些都是站在选民的角度 站在老百姓的角度 老百姓选这个议员的时候 还真的是 不是很看重这个学历 但是 当这个 议员他必须要履行 他议员的 职务的时候 学历还是 很重要的 所以我现在呢 是单单从学历的各方各边 跟大家讨论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